好大家好我是尚雄頭顧問一遇 那我們先看今天台南的表現 現在台南由於受到這個美國 這個包括像小模 就是這個美國大通銀行 針對就是台積電的一個部分 他就是說針對他後續 大概預計在今年大概12月份 延續到明年1月份 會有這個兩台各兩台 總共四台的這個EVA 就是這個極子光機 會形成一個停工的一個態勢 那畢竟這樣子包括就是說 以近期這一些不管是說像NVIDIA 或者是說像超微這個高通 甚至包括像聯發科這些高級 高階製產這些相關的這些供應鏈 這些一些個股 比如說這佔這個台積電的一個總體營收 大概有高達這三成以上 那畢竟受到這個高階晶片禁止 輸往大陸的這個政策性的一個干擾因素 那等於說今天這個台積電收盤也大跌一個 16塊半 股價形成比較持續性 創這個波段拉回了個新低 那台積電重挫16塊半 當然的話也連動 今天這個台股開低走低 那到今天這個收盤一樣大跌個267點 相對應除了這個台積電的利空以外 包括在昨天這個每股四大指數 又是已經形成一個連續七天 連期的一個長貼 那包括像以這個波段 倒窮工業指數 這連續七天這樣拉回 拉回高達這個3200多點 那NEXTDAQ指數修正高達13% 廢半也拉回高達這個17.5% 那大話我想以今天這個台股一樣 受到這個 包括像美股 甚至包括像這個 去有這個指標性的這個台積電 個股的這個拉回因素干擾 比如說今天這一趟拉回也跌破 前波前波這個多方的防收點 就在這個8月4號這個14545 那這個是跌破我想我們在之前 都有跟各位做分享 畢竟就是說這個連續性 他這這趟拉回 拉回到今年已經超過 這波反彈創高的超過1000點 跌了1078點 那相對跌破這個多方的一個防收 架的一個後續 我想這個後續會造就 未來的一個台股大盤 會形成一個整理時間 做到拉長的一個態勢 那拉長態勢 後續當然的話 這連續三天各位看得很清楚 成交量連續三天都形成 也叫量縮 今天縮到只有1803億的一個量 那這個連續三天 尤其像到明天 這是很標準 就是說所謂的一個叫中秋節 連假的一個效應 連續假日的效應 這都算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 實際上狀況 那畢竟我想我老實說我們針對整體的一個操作面 我想每天都跟各位做強調 你就以這個成交量的這個角度來看 通常各位 買債無量 賣債爆量 我想這個到最後去做驗證的結果 各位你就是那個大贏家 那反之我想連續三天的這個壓迴 更凸顯出 後續既然叫做 會形成一個叫整理時間拉長 不多不空 一個橫盤的一個整理 那這個整理盤當的話 我們在從昨天之前連續跟各位講很久 畢竟在這個timing 一樣各位你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尤其像選股的部分 一樣 這個盤是一個很標準 選股 不選 是 那尤其 就有這個 包括外資一路做砍殺的這個權重個股 我們不斷每天強調各位你要去做避開 一樣是一個叫做很標準 買小 不買大的一個盤 買小不買大的一個盤 那就以這個實務的這個操作 畢竟連續三天的一個壓迴 這個中秋節連假之前就是無量 那如果說無量 各位你去 買在無量 後續 放量出來做上工的一個後續 你再賣在爆量 我想這樣子 一樣 獲利 就是一樣提供給各位 變得非常非常之輕鬆 那為什麼輕鬆這個更凸顯出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timing一樣要強調各位 你在中秋節連假之前 接錢去做佈局 一樣 迎接這個後續 中秋節過後 因為畢竟我們在昨天跟各位強調過 根據你長期的統計 中秋節之後的變盤 通常 7成以上的這個機率是往上 那尤其在這個timing一樣 拉回拉回1000多點 現階段這個 月線的一個規律率已經負了4.46 我想這都是 就大盤的一個角度來看 只要負了正負2.5以上 剩2.5以上或負2.5以下 都是屬於以下負拐力過大 那負拐力過大 隨時都會展開 一個叫技術性的反彈 趁這個技術性反彈當的話 我們一樣強調各位 買在無量 尤其 節前你去做佈局 迎接 後續節後的一個歡喜的收割 相對你要買進哪一些個股 郭老師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針對一些 車用的一些個股 那這些個股我們也跟各位做強調 我們要帶各位買的個股 全面性 你選股不選市 這個這個時間點 你要去留意買進來一些個股 一樣 我們這個操作原則 一樣 不做任何改變 買就買一個叫 真正多頭股 什麼都多頭股 你要站上越線 越線趨勢往上 相對應就是說 基本面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不做任何改變 基本面都還在做個 實際性攀高的一些個股 像我們在昨天有針對一些強 多的一些 車用電子相關的一些個股 我們在昨天節目當中也事先跟各位做分享 那這些強多個股我們也強調各位 我們不帶各位去做追高 沒什麼去用熱的 這種攀 客觀環境非常非常不好 你絕對不要用追的 那你就 趁這些強多個股 他在做回測 回測 不管是說回測到上彎的略均線 或者說更強勢的話 回到這個實均線他就擋住 那你就可以去留意這些個股去做買進 那我老師我們在昨天跟班哥去鎖定的這些 車用電子相關 汽車相關領主線的這些標的 一樣 強多個股 基本面沒有去做改變 像這個3552銅子 銅子今天起5塊 大盤漲 跌了 260幾點 他一樣磁壹線 又是做到 長紅 不穿紅 月線在這一邊 月均線趨勢往上 不追高你去把握比較回測 回測上完月均線 我想 為什麼要買這種強多個股 你買到強多個股 後續 通常你會看到的一個結果 不是在 長紅 漲停 就是在做一個叫創新高 同時是如此 我們再看下去 1536 像這個核大的部分 今天大半 咳咳咩 我想我們在昨天推薦分享各位的這些 強多的這些車用電子 這些個股 畢竟這些個股 我想到現階段 1月份 我想 8月份營收 都有些還沒有公佈出來 只要說公佈到7月份 以前的話 這五檔標的 我們在昨天分享這五檔個股 全部 都到7月份為止 營收都還實現 形成一個叫做正成長的一些個股 都還在成長 甚至8月份公佈的話 我想這後續 會越來越精彩 為什麼越來越精彩 我想 包括大陸那邊 針對 這就是說 汽車的一個購置 減半的這個補貼的這個方案 我想 這下半輪會推出之後 我想 對汽車相關零組件的一些個股 都會有一個後續潛在的一個 包括第3季延續到第4季 會形成一個營收的一個 跟獲利的一個爆發 當然的話 核大 一樣 今天漲了1塊2 大盤大跌 他一樣繼續漲 2231 像微生 今天拉回小弧度拉回1塊錢 剛剛好回測到上彎的這個月均線 強多個股你不要去用追的你就把握他的回測 剛好今天他回測到這個上彎的月均線 一樣小跌個1塊錢 甚至包括像這個 6605像地堡做車燈的 今天大盤剩2-300點 他也不夠跌的陰毛 跌的陰毛根本沒跌 幾幾乎乎沒有量 那我想這檔標的一樣 前波創高之後 經過大概一個禮拜的修正拉回 那我們強調這個強多個股的 標準操作動作 絕對不要去用追架 不要去用追的 你就趁他在做無量修正 回測的一個過程當中 回測 你做讓早買一點 大盤大跌我想跟這些強多個股是一點點關係都沒有 尤其說這些標的 全面性 都叫做中小型 買小不買大 甚至包括像2497 像伊利店 伊利店這檔個股 今天算是拉回相對多一點點 拉回的話 拉回2%多 那畢竟我想針對像 伊利店 8月份營收公佈 是年增率高達 94.5% 行動 比去年同期 成長快接近一倍的一檔個股 那相對 一樣 老問題 我們在昨天也花很多時間 就是說針對你一些強多個股 你要如何去做區隔 無論如何你要依據 依據他的一個 高低位階 跟他的一個所處在的位置點的一個 這個量價配合的狀況 相對我想以伊利店 一樣這個老問題 這邊爆大量 創高爆大量這是找賣點 賣點之後 拉回 拉回我想今天這個月均線 月均線是落在這個78.8 今天有微虎做跌破 這個都還有機會 都還有機會 畢竟今天帶了一個 非常非常慘的一個下影線 所以我想我們在昨天 就針對這五檔 這些 車用相關的一些 強多個股 一樣老化一句 希望各位 你在這個timing 尤其沒有量的這個當下 你去留意做佈局 尤其在中秋節 連假之前 節前 去做佈局 來迎接後續 劫後的一個翻起收割 相對來說 我們在昨天也特別 針對一些個股 為什麼我們不斷要跟各位做強調 不同個股 現階段叫做選股不選市 就算大盤 我們在剛剛也跟各位分享 拉回1000多點 那問題說 你買到這種強多個股 我想 成功的一個獲利模式 可以不斷不斷去做copy 你只要跟著我們來買這種強多個股 我想 這個無懼 以這個大盤的一個拉回 你持續性都能夠持續性 去做到讓大家創造 輕輕鬆鬆的一個獲利 包括我們在昨天也跟各位分享一些 就是說短線上 轉漲多的一些個股你要去區分位階 包括好像像一些生計個股 在之前都漲得蠻多 好像生計好像這個6550 這個好像北極星 昨天打到跌停今天繼續跌停 昨天我們也分享各位 賣去您產生 這兩包機畢竟已經漲了 一倍多的一檔個股 位階你要先區分位階 高位階的一些個股 尤其昨天這根量各位看得很清楚 高檔爆大量這絕對不是好事 有人在酸 有人在賣了那等於說你無論如何 就是說 真的漲多了一些個股 高位階你要去留意 做高賣 甚至包括像這個 1760像這個 保齡戶 一樣 昨天打到跌停 今天繼續跌 今天繼續跌 這個賣訊我們在昨天都有分享給各位 甚至包括像這一檔 689像這個台康生計 趕快 賣訊 少都已經產生 我們在昨天都跟各位分享 畢竟不管說像這個保齡戶金 今天是9月7號 他其實在9月5號前天 賣訊在158塊錢 今天收多少錢 830 短短也不過才兩天 隔兩天差了多少 差了28塊 差了28塊 你一張沒賣 一張沒賣 差了28000塊錢 10張你沒賣 差了28萬 賣訊 清清楚楚 這個當然的話 你說說我們這套快打部隊是他們軟體的一個結果 我想 黨黨輪動個股 我想你可以去針對他訊號的提示 你絕對不會去用桌架 你不會去賬 我想很多生氣個股 在近期都漲很多 全市場 利多訊息一突落 搞得每一個人心癢癢的 那問題 漲那麼多了 你再去 不斷釋放這些利多訊息的一個結果 你去追 你去追 重點是說 一追你就中槍 這個是賣訊 158.5 賣訊清清楚楚 昨天打到跌停 今天又跌了4%多 台湯生氣 郭董入股的一家公司 畢竟我想台湯生氣多 在9月1號賣訊已經產生在131 這趟拉回 昨天打到盤中跌停 今天小漲一個0.5元 那當然我想這些形態這種個股一樣 根據訊號你去執行你該做的動作 第一檔賣一點在90塊6 第一檔你會買 一樣高檔你要會賣 我想這個 訊號價位都是清清楚楚 其實我們要帶給各位的操作很簡單 根據訊號 我們來執行 低買高賣的策略 低檔賣點在90塊6 高檔賣訊在131塊錢 你就把這一趟價差40幾塊 輕輕鬆鬆放到各位 你的口袋裡面去就OK 甚至我們在昨天有跟各位分享這個像輪輝 一樣 這檔個股一樣我們在剛剛 給各位看這個線圖 這個問題都是一樣的問題 像輪輝的一個部分一樣 就是說 以這檔個股 現階段來講 今天一樣 連續三天打到跌停 那當然我想以這檔標的一樣 當時 在這邊都已經形成高檔爆量 這邊都爆量 那爆量我想後續再攻的話 一樣各位你要去留意他那個 高檔的一個賣訊 尤其這一天 他公佈他的 他的獲利 獲利達到這個4.56元 也是說 這個市場 你看 報紙 看這個利多信息 去做 股票的實際上結果 通常會增重樣子 那配合我想 以輪迴上標的一樣 這個賣出訊到在9月2號 9月2號都已經上個禮拜禮拜五 賣訊都已經產生清清楚楚 你要留意做賣 你不賣 連續三天跌停 到今天又快接近跌停 已經練了四天 從146塊到今天收在99塊錢差了多少 差了47塊之多 一樣請各位無論如何要會買會賣 那畢竟我想針對近期我們也跟各位做強調 如果說你各位你有這個軟體的話 每檔輪動各股 你都可以去做完全的掌握不達情 那這個timing 尤其我們強調各位 買在無量賣在爆量 那你截錢跟著我們去做留意佈局 迎接後續 截後的這個歡喜收割 那至於要買進來一些各國 其實我們也都有幫各位去鎖定一些族群 除了剛好這些車店的一些 個股以外 那包括像細緻財 包括像這個像6533 像這個 金星科的部分 一樣一路創高 這個產業趨勢都是一路維持往上 基本面的一個狀況都非常非常好 一樣 創高你不要去做追高 尤其前天的粗量 你先閃一下 趁它做壓回 壓回一樣 你可以去留意做佈局 6643 這個像M31 我想我們在之前也 帶各位操作過兩趟 這個 6533這個金星科也操作過三趟 除了這兩檔標的 你任何壓回 你都可以去留意做佈局 畢竟 像M31一樣 基本面有沒有去做改變 基本面 基本面狀況依然都非常非常好 不做任何改變 獲利的部分都是相當不錯 相對我想 就以它的一個 實際上公佈的營收狀況 各位看一下 8iPhone 最新公佈的營收 年增率也43.5% 一樣都是實際性成長的一檔個股 我想 基本面極優 那尤其說 買這種強奪個股 不要用追高 你就把握它的回撤 西智才除了這兩檔 另外包括像這個 3035的像智源 我想這是比較低位階的一檔個股 雖然越均線有做一個跌破 問題 越均線趨勢還是往上 這都還有機會 尤其現階沒有量 沒有量提供給各位 大反大跌 今天根本連跌都不跌 一樣都可以 坐在一趟 充分的一個留意 甚至包括像3661 四星K都是細智才的一些個股 創高 你不要追 把握一個回撤 月均線在這裡 你就回撤 月均線就留意做買進 這是相關細智才的一些個股 那網通 各位不網看一下 寶箱6285 像這個企極 現階段 強奪架構 依然都沒有去做任何改變 目前還在月線 月線至上 月線趨勢維持往上 畢竟我想這些公布 8月份營收 全部都是正常漲 獲利我想 相較於去年 都是很大幅度 成長的一家網通個股 所以包括像2439 像美綠 一樣 大半大閃 它都一樣持續性大漲 買就買中 就要真正多頭個股 3558 這個 這個像神準的部分 我想在前波 我們帶各位已經超過三趟 那畢竟我想這兩標的一樣 這個波段 它一樣回測到上彎的這個月群線 現階段沒有量 沒有量它今天連跌不跌 今天漲了一塊半 全面性 我想這些標的 你一樣 獲利 你可以去 不斷不斷 複製 以往成功的一個獲利模式 我們一樣帶各位實際性 針對這些強奪個股 一檔賺檔再接一檔 那畢竟針對操作面 我們也跟各位做強調 像之前為什麼 我們要針對不同位階 跟它的一個 量價的配合狀況 包括像巨陽 我們在當時9月1號買點在183.5 做買進 後續到9月5號前天 我們趁它創高 去做獲利出場 賣在多少 賣在200塊錢 205塊錢 做創高 相對我想我們也都在Telegram 給各位做分享 這檔價差 兩三天就是16塊半 賣完之後 今天做拉回 這兩天拉回我想今天最低點來到182塊半 我想182塊半 剛剛好又是回測 到這個上彎的這個月期限 一樣 高檔爆料你要賣 拉回 亮縮今天是亮縮價穩 今天收拔 還漲1塊半 一樣這些標的 買就買就要真正多頭個 金星科 我想每一趟 低買高賣 低買高賣 我想每一趟我們都 針對 第一時間的一個買賣點 都有在我們這個Telegram 給各位做時間分享 上上那一趟 8月11號 買點在263 賣點在 21.5 這趟價差58塊半 金星科 第二趟 賣完之後 8月25要產生賣點 這個訊號跟價位都清清楚楚 買進去之後 再賺這一趟 62塊半 後續 這一趟比較少 大概12塊錢而已 一樣 你要根據訊號 因為畢竟前天 他的量 創高有 放大量 那這兩天都形成 縮量的一個 回測 那回測一樣 各位 都可以留意 下一趟的一個 回測的一個買點 甚至不管是說 這些個股 像威勝 一樣 這檔標的一樣 之前前一浪 賣訊 我們先做高賣 高賣之後 拉回大概15% 後續8月25要產生賣點 做低買 拉高 那當然 我們在上上個 上上星期拜拜英 我們是帶進這 就買進這兩檔個股 威勝跟這個M31 這兩檔標的第一我想在上個禮拜 全面性 黨黨 天天不是在長 就在做個創高 那問題 買的那個timing 都是壓回 趁回測 說買進 回測到 這上完來月群線 那威勝 我們一樣 低買 這邊無量 沒有量 拉高 爆量 一樣 做出廠 這天量爆了 我們9月1號賣掉 那當時 各位看一下 創高爆大量 之後 就做一趟拉回 拉回我想 連續5天拉回 這個回測買點 又即將出現 回勝的部分 M31 一樣 前面那一趟 8月9號 一買一賣 這趟價差九十幾塊 後續 趁上個禮拜一 這個盤裝 中禮拜 四百多點 這趟拉回 盤裝大概跌了6%多 我們一樣持續性 帶進我們的會員 去做買進 趁回測這個上彎的這個月群線 買進 天天創高 工漲停 創高 一樣二話不說 創高一樣又爆量 9月1號那一天 這個量我想我們在盤中 包括威盛包括像M31 我們都很清楚分享各位 我們也執行 貨利主廠 當然這些個股一樣老話一句 都是強調各位要 有買有賣 包括近期 我們在 之前 8月初 我們帶各位想法操作這些個股 我們全面性 在這個8月15號到8月19號 上上三個禮拜之前 全面性跟各位強調 我們趁他創高 爆量 都已經執行 都獲利出場 目前都還沒有回接 元泰 這趟價差 63塊錢 賣完之後就做拉回 拉回我想今天元泰又做破了月線 這趟拉回差了多 差了32塊半 這座賺了60塊 拉回可以拉回一半 會買要會賣 字眼趕快 8月19號賣掉 這趟價差45塊 賣完之後 今天字眼一樣又破了月線 今天最低來到182點 就說他的破月線 今天最低來到170塊半 已經跌破這個月金線 又差了28塊錢 同心店也是一樣 我們當時賣在這一天 差1塊錢漲停 股價 爆大量 爆大量 創高 賣掉之後 到今天創低 差了多少 差了26塊半 就是說 這趟也不夠賺22塊 你不賣 到目前 貼掉26塊半 等於說你是倒賠 4塊半 會買一樣要會賣 所以我想針對這些強多個股 我們一樣老話一句 一樣就是說針對在 秋節 沒有量 大家在做觀望的一個台名 我想各位你不斷自己去做驗證 通常你每一檔輪動個股 你買在無量的時候你就做買進 後續 放量 攻擊 又形成 爆量的那個當下 你去做獲利 我想 一趟賺了再接一趟 那為了說我們在今天實際性 有提供給各位一個雙股鎖單的一個活動 為了說我們就清貸 那這清貸我想時間不用短 就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提供給各位這個極短期的一個會員 我想 會賺 會起在場 沒有用 我想 你就 類似這種計量的這種方式 我們就提供給各位一個月的一個時間 那當然的話 這些強度個股我們不追高 就把握這個回撤 一樣鎖定 包括像這個 網通 這個細製材 甚至包括像車邊的一些個 我們鎖定兩檔 你辦好所需 我們會 郭老師我們會直接 親自帶各位來做一個買進 買在 節前我們做佈局 迎接後續 節後的關係收割 那這詳細活動訊息 各位都可以直接來做 直接下旬 祝各位沒有超出順利 我們見 本公司以網直 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判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